一人就不该有自己政治意愿的自由吗? 一人一定要受到政治力量打压的权利吗? 我是曾伟生 您收听的是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当头我是凯铭 酒高赵我是维尔 首先来看在北京 或者说在北京春节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在春节期间 中国的黄金售价是不停的上涨 为什么会上涨呢? 是因为中国的大妈又请群企去购买黄金 因为这个黄金在春节期间突然间需求量大增 结果就造成在那段期间 金价几乎是每一天就涨一次的速度 现在金价在中国是非常的高 而且购买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根据北京某一商场负责人他就说了 在春节期间的黄金销量和客流增长是超过20% 那湖北重点的监测企业 金银珠宝销售顾问 他那个销售额呢 是比同期增长22%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呢是非常大的 这也证明了一个点 就是其实金呢 不单只是华人喜欢买人喜欢 全世界人所有人都喜欢 我们在马来西亚上看到就是说 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呢 看到我们的有足同胞去买金来收 但是呢 在中国呢 就刚好是这些大妈就很喜欢去买金来收 他们总认为说 就老一辈总认为说 金是可以保值的 然后他们把它买了过后收着 可能是当着财产分给孩子还是怎么样 总之他是用来当做一个保值的一个资产 就算是一种投资吧 但是这个增商期货北京营业部分的分析师 他叫王敦 他的分析说 主要这一次会有这么大量的购买 是因为在情人节期间 还有就是因为孩子接受了大量的压税钱 再加上春年期间 很多猴年出生的孩子 所以这三个原因 就是你要买给女朋友 或者是买给自己 或者是买给未来的孩子 都造成这个需求量是大大的增加 那这种抢购黄金 它不只是发生在中国 英国伦敦也出现一些抢购槽 那目前英国最大的在线黄金交易商 就表示说 对于立场的金融危机 它是即将到来 是他可能有恐惧的 所以在2月12日 当日黄金交易 已经达到创纪录560万英镑 这就是他担心的一个东西 可能会有一些金融危机的发生 对于这个黄金的投资前景呢 有一名分析师来自中国山东黄金的 中国山东黄金首席分析师啊 他叫蒋书的 他认为说 黄金价格的周期和美国周期呢 这个反向关系是很明显的 所以呢 预计2到3年内 强势的美元周期 它是还没有结束的 那黄金的价格呢 是还没有到穷熊市 转为牛市的这个时候呢 那当然就可能会有一些 就符合了刚刚说了吧 对不对 那个金融危机可能会发生 因为牛市当然是比较好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黄金价格还可能处在一个熊市阶段 即使在未来两三年 还是在一个熊的阶段 还没有转成牛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大量的一个投资呢 会不会它形成了一个泡沫呢 所以是很难令人预测的一个情况 但是很多人买黄金的一个点 就是总感觉它不会变成泡沫 毕竟这个金条就就实实在在 在我手里 它是怎么泡沫呢 这个也对 但是如果是它的价钱跌得很厉害的话 等于说 呃你手上的那个黄金的价格 你是亏了 比如说你现在买个高炮 它价值是假 打个打个比方说是100块钱 但是如果跌到50块 你就亏了一半 对 但如果亏的概念是 你不卖掉 你就没有亏 那你就是收了50年 对对对 它就缩水 它只是这个身价 在价格缩了 但是呢 你并没有实际上亏 你是在字面上 数字上亏了 但是实际上 你还是保有了那一块东西 嗯 大家不要让我惊讶 是刚刚说到的三个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孩子得到了压税权 然后一般会去购买投资金条 这有点让我惊讶 中国小孩都那么有前景吗 应该不是小朋友吧 你拿到压税权 应该是爸爸妈妈还是谁啊 就觉得说 哎呀这些小朋友压税权 如果只是存在银行里头 你吃的利息也没有多少啊 是吧 你可能搞不好 当然是看一些家庭啦 有些家庭的压税权是挺多的 可能一个小朋友搞不好 可以拿到几千块的压税权 我是说几千块人民币 也不算多 那如果是几万块人民币 那个可是一个可观的数目了 那当然我就听说在中国 如果是有一些给压税权 是很多的 不是像我们在马来西亚 给可能是一个就一个意思 但是中国可能会给的挺多的吧 其实更让我惊讶的点 并不是他们的压税权 有没有那么多 而是他们拿了这么多压税权 竟然想的不是吃喝玩乐 想的是投资未来 我能够有更多的钱 这样的想法 这个真的太成熟了 没有我刚刚说那些压税权 可能就是父母亲 直接把他们用了吗 并不是孩子自己怎么懂得怎么用 这些还小嘛 怎么懂得怎么用呢 对不对 肯定是母亲决定的 这个 那就可能 也许把这样子一个购买潮 刚刚说了 以后是熊市 也许这些人可能就在 自己个月之后 就可能会后悔了 但是这个还是看 他们自己的想法吧 然后看完这 我们来看另外一边 是在美国的一个中国青年 他是一个在留美学生 就是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学生 但是最近因为他在网络上面 发了一些留言和照片 结果造成他是被美国驱逐出境的 然后他发了什么照片呢 第一个他发的是照片 是他拿着枪 一直是一个手枪吧 所以在这个照片也写到 终于 终于拿到这支枪了之类的 然后在下一个留言里面 他又说到了 如果他的教授不让他及格的话 他会让他常常在历史上 一个什么美国校园攻击的 一个恐怖吧 他是疯了吧 说这样子的话 他是得到结果 结果就是说了这个话 被开除驱逐出境 这个可能更要令人担心了 我觉得如果他被驱逐出境的话 这个警察就要确保他是 我觉得不是驱逐 是要把他扣上 然后把他驱逐出境吧 他是把这些遣返 遣返回上海了 对 遣返是应该是有跟着他 一起送他回去的吧 因为你看 他是有武器 他身上是有这个武器的 有枪 我不懂 不确定的枪是真是假的 但是起码 他竟然说了这一番话 而且还是制造这样子的一个恐怖 那他就有 绝对有理由 是要被判刑的 我觉得 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 我觉得是 在美国现在的大环境下 是 是不可以开这种玩笑的 因为你会引起很大的恐慌 而且在校园之前 这种校园的疯狂 枪击案都发生了好多宗了 所以你现在在这种关头 你竟然说这一番话 我就觉得你是绝对有理由被判刑的 所以就是之前说过 如果美国的枪支管制 这个法律放到外国去 或者说你把它放到其他国家去 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 就是当地人没有这个对枪支自由 或者说是这个枪支自己控制的 这个意识的话 这样的自由的拥有枪支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我比较有兴趣想知道 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 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样的这种教育方式 让他竟然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一般就认为说 这个校园少设的事情 是发生在美国 中国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 有这样 但也是有些疯狂 可能拿刀去乱砍 但是不是在校园内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中国学生 中国的留学生 在美国留学生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是受了英国的 是受了美国的这些 文化影响 还是本来他在中国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是说可能管得比较严 还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压抑了 他没有办法这样子 有这样把这样念头说出来 但在美国他就认为很自由了 我什么言论都可以说 结果他就把他说出来了 并不是他以前没这个想法 也不是受了美国的影响 而是他本来就有这样想法 所以是怎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成长背景 造就了一个人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对个人的一个想法的猜想 但是网民是非常不客气的 单单是这个学生这样的新闻 他们就有留言说 没学会对职业原型负责任 要付出代价 这是一点 然后就中国的钱与世界接轨了 可是思想还留在江湖上 一个人就直接把他带到 整个中国人的思想上面去了 最糟糕的是什么 这个是网民的说法 但是他自己父亲怎么说呢 他自己父亲就说 我儿子在美国学习是挺好的 而且还拿过奖学金 不会有什么恶意 所以是出发点是在保护儿子 但是这个就是我就觉得 一个磁 人家说磁母多败儿 磁父也同样是多败儿的 你儿子已经在说了这番话了 你还说 这个他不有恶意 他很好 拿奖学金代表个屁 一个拿奖学金的人 难道就不会有这种疯狂的想法吗 也不会疯吗 很多很多这种天才都疯了 这倒是很典型的 或者说是传统家长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孩子成绩优异 他做什么坏事 还管什么东西 反正他成绩优异 是学校的模范生 他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是他需要认错的 或者是有钱了不起 我拿了奖学金 我就没什么东西 太悲哀了 如果说奖学金 你看也是人 看你怎么去用吧 用的好 或者是你有这样子的天才 这样子的能力 那当然是为社会造福会更好 对不对 是的 但是看起来 他是没有这样子的意愿 所以被遣返出境 但是至少从这个 这个现象看得出 美国在这方面 对于枪支 或者说校园枪击的事情 现在也是非常的严重 或者说敏感吧 嗯 嗯